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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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寻找古战场遗址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2022年年底开始 江口第六次考古发掘已经持续进行了树域 发掘现场大量文物陆续出水 同代沟 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腰间所记的挂钩 战国至秦汉时期广为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消失 而江口这里出现了不少各种造型的同代沟 他们或许也来自江口 来来往往的商旅队伍 它有两部分 它的头 这一部分比较大一点 然后这一部分 它都是蛇的形状 翻过来 它在这里有一个扣子 其实它就是古代的同代沟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皮带扣 这个同代沟的话 它的这里是蛇形 还有其他的同代沟 它可能是龙的形状 比较珍贵的是 它的两个部位 它都是蛇的形状 很统一 很完整 一枚带字耳挖簪 吸引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这是个银制的耳挖簪 然后可以看见它耳挖簪的簪手上刻得有字的 这一面是香手到白头 然后这面是长扮清细放 就是很浪漫的一个诗句版 推色的话 应该就是男士送鬼女士的一种信物版 耳挖簪 顾名思义 一头用来挖耳 一头用来做头簪 兼具食用与装饰功能 后来队员们发现 簪上的手字通手 细字为丝的繁体简写 所以上面的诗句为 香手到白头 长扮青丝发 它的背后或许埋藏着一个缠绵翡测的爱情故事 然后香手到白头 白头 像白头 这是刚出的一件铜的鲁鸡 的一个构件 然后上面这有一道凹槽 这应该就是放键的位置 然后这边这个孔和这个孔 会装一个那种金属构件 也是这两个地方都会有 然后就是相当于可能拉一个弦 拉一个公的线 就拉来卡在这里 然后就把它扳机 就那个扳机的位置应该在这边 对 这个也不是完整的 因为它缺少了这两个构件 但是我们在清理完了之后 周围也暂时没有发现它的其他构件 也是发射鲁件的 但是它杀伤力的话 比普通弓箭可能会更大 射程的话可能会更远一些 弩机 古代历史上最强的 远程射杀武器 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 它是弓箭的升级版 一直到明代火器出现后 弩机才渐渐衰落 这是一个小型的铜销刀 应该是作为一个工具使用 而不是兵器 所以从现在看很明显 它不具有一定的杀伤力 从年代上来看 应该是属于战国秦汉时期的 铜销刀 古人用来修改 竹箭上文字的工具 相当于现在的修改页 考古队发现了多枚不同样式的铜销刀 保存都很完整 江口考古发掘 持续进行着 经历了数次发掘 此次发掘出水的文物类型 往年大多已经出现过 不含蓬的 然而有时也有例外 一个方形 类似盒子状的文物 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关注 由于盒子上面有诸多凝结物 无法看清内部构造 这是什么呢 队员们只能推测着它的功能 类似于一个放东西 放点小东西之类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种材质 耐用嘛 经常有耐用 放首饰你们梳妆才不是像那上面有一个小盒子放着这些耳环啊 好懂啊 太懂了 太懂了 在方盒子不远处 另外一只盒子出现了 但依然看不清其内部构造 终于 一件模样清晰可变的方形盒子被考古律员找到 透过内部构造 能够清晰地看到圆形图案 它到底是做什么意义的呢 它可能是一个前半 就是古代租造钱币用的嘛 因为它们一般都是那种饭做法 饭做法 然后把两个饭合到一起 然后往里面浇注洪水嘛 出来之后再加入里面就成红钱了 如果它是钱饭的话 就要清理出来看 看它是什么时候的 什么钱的钱饭 钱饭出的都不多 因为筑钱 筑造钱币它本人就 它又不是说大家谁都能筑 但是一般都是官方的筑钱 队员们推测 这是筑造钱币用的钱饭 所以中间能够看到两排圆形钱币的图案 那么它究竟是用来铸造什么钱币呢 是否与张献忠有关呢 今年发现的钱饭数量比较多 去年发现了一个 去年那个钱饭上面写的是大圈五十 大圈五十是新莽时期的钱 就根据形制吧 我们看到今年发现这个钱饭的形制 和去年发现那一枚钱饭 这个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今年发现这些钱饭呢 这个有很大的可能性 也是这个铸造大圈五十这个钱币使用的 原来这可能是新潮王满时期 用来铸造大圈五十的钱饭 新就是王满篡汉后的国号 这里为什么会出现新莽时期的钱币和钱饭 考古队推测 这附近或许存在一个筑钱的遗址 因为就在与江口相距两千米的五阳城遗址里 曾出土过新莽时期筑钱的原材料铜 江口所在的彭山区古城五阳 秦灭巴蜀后在这里建立五阳县 汉代这里曾是钱围郡郡志所在 江口出水的钱饭 或许能为五阳城的筑钱遗址提供新的证据 在江口的发掘中几乎每天都有钱必出土 今天考古队员似乎格外幸运 大量的铜钱又被他们发现了 出土的这么多铜钱是属于唐朝时期的 钱园重宝以及开园通宝 还有少许的五珠 在同一个沟潮内出土这么巨大数量的钱园重宝 还是十分的罕见 数量大概有800到1000吧 虽然历代铜钱一再出现 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做工精良的钱币时 考古队员还是会未知惊叹 这品项都好吗 它的品项这么好 也代表着它当时的时期的繁荣 做工业的发展 铸造时候给钱币的不同的样式 有的有月牙 有的有祥云 有的有飞燕 看这一个就有月牙纹 然后还有这两个世边行纹 那这种就是比较很稀少的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更多的钱币被发现 在发现了几天 赶了唐代铜钱之后 考古队又收获了青代铜钱 只是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数量多道难以估量 整个区域就是有一大片铜钱堆积 主要是青代钱币 然后钱币主要是乾隆通宝 嘉庆通宝 还有道光通宝 就是青代形成一个堆积 面积比较大 可能是一次青代形成的 重量没法估计 小范围内做了最多一次 多算的话 应该上万了吧 几万之间应该是有的了 出水如此巨量的铜钱 文保部门的工作人员 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这些从前它出土的时候 然后上面会附着有大量的 那个种泥沙 然后还有绿粒子在上面有个附着 然后如果不清楚的话 就是在保存的过程当中 会持续地对它进行辅食 然后也不利于展示 所以我们才觉得虚拟之水 对它进行辅食 有过这样的一个运 运钱的船 是不是存在这个地方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还有就是 是不是 这个有没有可能 这个地方在这个 私柱钱币 周边是不是有柱钱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域 所以导致了这个大量铜钱 这个会出现在这个里面 青代铜钱的铸造机构 有着非常详细的官方记录 里面并没有江口铸钱机构的记录 所以刘志炎推测 这样数量巨大的铜钱出现 除了再有大量铜钱的行船沉没之外 更有可能是有人在此私柱钱币 在江口发掘现场 已经出现了来自唐代 汉代 王莽时期 清代的铜钱 而随后考古队还发现了民国时期的钱币 通编的 这话是不是通编 这个是通编 通编 通编 中华民国15年 通编民国15年了 因为他写了个200 应该是当时价值值200 还是什么 这种的话 在这种区域出的还是蛮多的 就是这种类似的通编 据考古队捧计 江口发掘出水的钱币 涵盖了从战国一直到民国的所有时期 跨越了2000多年 他们的出现 无疑佐证了江口 作为千年古镇的悠久历史 蛇行带寇 因为贵族及文人武士身份的象征 相守到白头 银三背后埋藏缠绵匪测的爱情 方形手势盒竟然是铸臂工具 大量钱币涌现 其精美的做工令人惊叹 从战国到民国 江口钱币见证千年古镇历史 铁剑 铁锚 还手铁刀 是否与张献中有关 异常发生在东汉初年的蜀汉战争 即将浮出江口 不愧是兵家的 必争之地 历次发掘都出水了大量兵器 而今年兵器似乎特别多 即青铜兵器之后 考古队员在移植北部区域 又发现了铁制兵器 首先考古中看的话 它的长铺还是非常长的 大概有七十公分 并且它两边都是开了刃的 应该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少见的 一般都见的是一边开刃的话 就是刀嘛 但这个是七十公分吃的很少见 而且它保存得非常好 在嵌在鸡眼里面 到时候我们可能会 把这清出来的话 会做一个三维 在另外一个探方里 又出现了好几把铁兵器 五把 六把 七把 七个 由于铁这种金属元素非常活泼 遇到空气中的氧和水分子 极易生锈 所以江口出水的大部分铁制兵器 都秀气斑斑 腐蚀炎柱 这个是哪一部分 铁刀应该是刀的那个 刃的那个尖部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刀鞘 一部分应该是木质的一个刀鞘 这个饼它外面包了一层铁皮 然后如果说没有这层铁皮的话 它的木头就可能被水啊 那种还有土里面的那种 从微生物给捕食掉就没有了 但是在这种铁皮的保护之下 它还能够保护到现在 这种比较完整的状态 一把带鞘铁刀断成了两截 刀饼部分为铁皮包裹的木质刀饼 但刀身部分嵌入了鸡岩里 需要凿开鸡岩才能提取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考古队才将这把深欠进鸡岩的铁刀提取出来 这个长长的器物是什么呢 这是一件铁质的长矛 其实完整的器型来看 下面还有一个长饼 可能是接木饼之类的 然后这件器物的特点就是比较长 而且是现在我们测量有72厘米 是目前发现 整个椅子发现最长的一件长矛 一把超长的铁毛现身 不过接下来的发现将打破这个纪录 在北部区域靠近东岸的地方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把 嵌入鸡岩里的铁质长兵器 测量发现其长度超过了82厘米 比刚才的铁毛还长了10厘米 这是一把什么兵器呢 考古队提取出来后 发现是一把还手铁刀 今年出水的还手刀似乎特别多 各种类型长短不一 这些铁质兵器会与张献中有关吗 大量还手刀 还有剑 很长的这种锚 这些也都有发现 到了晚期 比如汉唐时期的 我们在陈鹏 陈鹏罚公春树 就是两汉之交吧 大概就是 在这个时间 这个是有记载的 就是陈鹏罚公春树 就曾经在这个地方有过交战 这个是两汉之间 江口在秦汉时期 被称为彭王炬 炬是小香的意思 公元三十五年 汉光武帝刘秀 命陈鹏 逃伐盘踞 八蜀称帝的公孙树 陈鹏于是率领水军逆流而上 一路所向披靡 大破蜀军 一直攻到 离成都几十里的彭王这个地方 也就是今天的江口街道一带 犹如凤厨庞统 死于落凤坡 彭王这个地名 似乎也注定了陈鹏的命运 蜀帝公孙树 听说汉军进攻神速 便派出刺客 将陈鹏自杀于彭王 但蜀帝公孙树 却最终 没能阻止汉军进攻的脚步 一年后 蜀军被汉军击败 归顺了东汉 这些铁制兵器 串联起了一段蜀汉之战的历史 也为江口水域又增加了一段传奇故事 江口这个古老的地方 究竟还有多少故事 埋藏在江底 与前五次发掘相比 此次发掘出水文物的数量明显要少得多 尽管如此 考古队员仍然耐心地寻找着文物 在北部区域的一个水渠里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枚形容蝌蚪状的文物 可以看出它里面银白 但外面像是被一层黑色物质包裹 这是什么呢 建筑 然后在这个建筑的大小的话 比方般的我们发现 这个要大一点 量要大一点 然后它那个建筑的表面 就捕捉了一层黑色的碳化物 这种碳化物可能就跟当时它使用 比如说设在了什么木质的上面 然后发生了一区着火 然后它就可能会形成这样 这是一个推测 可能是比较大型一些武器玩意 那种小的弓的话 可能设成就达不到吧 这种可能是那种弩机或者什么上面的 应该不是人工 四棱锥的一个建筑 考古队员怀疑 这枚四棱锥建筑是大型武器发射所用的 那么它是否与张献忠有关 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连续多天的发掘 与张献忠相关的文物并不多见 然而在向南部推进的发掘中 考古队却有了重大收获 这是个龙吧 龙飞 这是个龙吗 这是个飞嘛 飞的团体的下方 龙怎么飞 龙这个飞 龙这个飞 这谁的发掘 难得 难得 龙在时尾 没有 龙飞 帮助 一边 龙飞 或者是 你呢 老娘 你去外面上都不认识 现在晚上不认识了 哦 种虾子枣 两块残缺的金银 其中一块上面似乎有王字 后来经过考古队自息辨认 这是一枚与张献忠息息相关的印章 应该是在最南面的一个区域吧 发现了那个金银 但是那个金银确实是残的 我们只发现了两个残块 然后上面那两个字是这个西王 重要就重要在这两个字 因为这个之前我们发现过一系列的 跟这个就是专献忠有关的这样的印吧 比如说之前追缴回来的永昌大元帅印 然后去年我们这个发布的 这个永昌都里之印 这些都是和张献忠本人 以及张献忠这个大西军 有直接关系的这个印 我们推测这个印 很有可能是这个 之前建于文献记载的 这个属于张献忠的这个西王之报 史料记载 张献忠于1643年夏天 在湖北武昌称西王 铸造了一枚西王之宝印章 关于这枚印章 历史上有诸多传说 有说这是寓印的 有说曾经在民国建国的 但真真假假无法分辨 如今考古发掘的西王金印 上面不仅刻有西王二字 还有铸造年代 鬼未年种下 正好与史书记载的时间相符 所以考古对认为 这枚金印才是真正的西王之宝 它的出现为研究张献忠 以及大西军 诱读了一份极为珍贵的食物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把还手铁刀引出一件千年战事 东汉开国名将陈鹏不幸允命江口 黑色包裹下内藏银白 大型四棱砖建筑首次献身江口 两块残印上似乎有王字 传说中的西王之宝金献江口 发掘进入尾声 北部区域已含有文物现身 考古队员却为何欣喜万分 科技考古反复论证 如今的两江交汇处 为何并非古战场遗址的原发地 河道地形分析 能否为张献珠最终江口战败找到原因 沧海桑田 江口古码头 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 四川地区即将进入多雨季节 这也意味着江口的考古发掘工作 即将结束 领队刘志炎来到发掘现场 安排最后的收尾工作 这儿有两个小角 把它清了 然后这块就没有 这儿下午就完了吗 对 然后跟着人群可以掉过来的吗 可以 就两天那边结束了吗 把那个无人一切 把HP区一起做完了 多长时间 反正一个区得两千 然后就给你四千时间 到三号截止吧 把商业做完 这个工作就开始结束了 好 我们去西区看那里 好 此次江口考古发掘 是按照由南向北的方式推进 进入三月下旬 考古队发掘到了北部区域 现场已鲜有文物出现 此时 考古队员不仅没有失望 反而十分欣喜 因为他们要找的江口明目战场遗址 北部边界找到了 今年我们在我们这个发掘区域向北 在这片区里面 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文物 所以这个就说明这个遗址 确实已经到边了 把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遗址的北部 它的一个边界 这个问题把它解决了 自2016年至2023年 六次考古发掘 考古队最终将江口明目战场遗址的范围 划定在了明江到符合3.2千米范围之内 随着现场发掘工作的结束 江口考古正式进入到了 后期文物整理阶段 六次发掘 江口出水文物总量 已经达到了76,000余件 然而 今年江口出水文物4,000多件 应该是历次发掘中最少的一次 但考古队认为 此次发掘十分重要 众多来自不同年代的兵器出水 见证了江口古战场的刀光剑影 今年发现的这个文物 可能主要分成两大部分 发掘区的南部 就是跟往年发现的这个文物 种类是比较类似的 主要是这些基因器 但是今年北部 发现的这些文物 确实和往年这个不太一样 它是因为往年虽然我们也发现有兵器 但是那个不论是种类还是数量 都远远比不上这个今年 而且这些兵器呢 还有一个特点 它时代延续性也比较长 可能最早的可能到这个西州 最晚的可能就已经进入明清时期了 我想这个区域 这个很有可能这个从很早开始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容易发生这个这个战争的这个区域 它会坐到哪里去 因为它是偶级和中级在一起坐 现在是偶级的 太好了 我们去年在那个基因面上测的时候直接是基签 我把它降到3000以内 我觉得高兴得不得了 一开始上万 结合此次考古发掘和江口历年来的科技考古 考古队不仅证实了古战场遗址的原发地 并非如今的两江交汇处 并且找到了真正的古码头所在地 整个区域里边最适合周围古码头的就是富南河这一段 因为在这一段里边河床被切割得非常深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历史词路上形成的 战争一定发生在这个 这个深潮区 可能是往上要有一点的区域 科技考古发现 靠近如今两江交汇处的府河中 有一处弯道才是古码头所在地 也是曾经的金马河与府河的交汇之处 这里江底沟壑深邃 江面狭窄 航道又靠近岸边 最利于军事伏击 也是今年发现兵器最多的地方 占据有利位置 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这或许正是当年杨展击败张献中的关键 也是历来兵家们纷纷选择江口古码头 作为战场的主要原因 这个区域它可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交通要道 这种交通要道 这种咽喉要塞 这样的一个区域 因为它这个地方一直是这个 就是进出成都的 我讲这个咽喉嘛 江口六次考古 通过多学科合作 各种科技手段的运用 在科技考古方面 做了诸多有益的尝试 出水的数万件文物 不仅外表精美绝伦 其背后蕴藏的学术价值 更是不可估量 明江 作为长江的重要支流 贯穿四川一千余千米 最终汇入长江 而江口明墨战场遗址 也将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熠熠生辉 江水滔滔 更多的历史谜团 依旧埋藏在江底 等待后人去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